字幕提供 各位恭喜發財 苦練行大運 這裡有我是新西蘭的易德台仰 和社長Raymond Wong 你好 我們又見面了 我們當然要講其他題材 今早說了裝神龍鬼車公廟 今天下午又多說一些不要緊 一說一下俄美衝突 俄美衝突的情況 其實現在看上來有點緩和 但是當然衝突好像上落市一樣 現在還有一個新消息 就是拜登和馬克龍會再談談 究竟是搞什麼 現在當然香港放假 但是世界的事情是不會停的 這個俄美衝突 根本是停不下來的 大家知道一樣的就是 俄羅斯 他放了很多軍隊在自己的邊境 其實他沒有問題 他可以說自己是防禦式的 但是當然放很多軍隊在邊境 就有人會吹 最初吹說要入侵烏克蘭 就是烏克蘭吹先的 好了 烏克蘭在西方那裡 拗了一些好處 算是一些好處 理論上是一些好處 又想肅殺 現在美國人基本上 就要再做一些事情出來 又要提升那個緊張程度 就沒有 拜登和馬克龍那裡 我們明天再說 其實拜登和馬克龍說這些 究竟有沒有結果 是不會有結果的 他們就會說 我們可以繼續聯繫 保持聯繫 其實就是拜登和馬克龍說這些 最主要的目標就是保持聯繫 大家都要看看怎麼做 但事實上法國人 其實就不想搞這麼多事情 因為其實太近他們了 如果真的打仗的話 是麻煩的 而且會影響他們的天然氣供應 雖然法國不是100% 依賴俄羅斯的天然氣 但是也會受到影響 德國的情況 德國那邊 他們又會說 跟普京會有談談 當然拜登也會增兵 其實現在是 東歐其實現在多了很多美軍 拜登其實就 不會擺兵在烏克蘭 但是烏克蘭周邊 波蘭那些地方 全部都有大量的美軍 當然最大量的駐軍就是德國 有幾萬人 德國最多 德國最多 而且在德國的美軍 他們有一個方法 可以一天之內 就有大量的人可以去到 是怎樣的呢 他們那些坦克 都放在德國 但是拿坦克的人 其實就住在美國 要用的時候 要用那些人 就飛那些人過去 美國也是這樣操作的 隨時可以增兵 總之哪裡要人 他就飛機運過去 一天內搞定 其實就很快 很快 很快 其實他們有他們的操作 當然 俄羅斯當然說 美國動員的軍隊 是有破壞性的 但是 美國當然會出來說 我們看到 俄羅斯軍隊 在烏克蘭邊境 那麼多人 我們都要加人 是不是 不僅是你加人 是不是 當然 現在 有一件事 都要小心 如果美國和俄羅斯 沒得商量的話 油價就會 含含聲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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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有輛車的人 都是 油缸保持滿 保持滿 那就低一點 是啊 是會含含聲的 他會含含聲 沒有辦法 你有什麼辦法 可以對沖 買一些油股 可以嗎 坦白說 在今次的情況是不行的 今次的情況 你沒得對沖 除非去玩旗遊 但是玩旗遊是很危險的 對很多人來說 其實 沒有意義 你入油 有多少錢 一千就入千多元 可能一千多元 用一個禮拜 有些人在香港就是這樣 10,000多元用一星期 那你用多少呢? 也不是真的有很多 多那裡是多幾元而已 其實不會多得很厲害 所以大家都是要小心 看著那個情況 其實有些比較正面的情況出來 就是 Boris Johnson 和普京有聊天 聊天之後 又好像有可能和平解決烏克蘭的問題 就是 Boris Johnson 和普京說 你一入侵烏克蘭領土 是錯誤性的誤判 悲劇性的誤判 沒放過你 還要說 烏克蘭作為歐洲的民主國家 是有權利加入北約的 就算渴望加入北約的權利 也是應該有的 就是這個 Boris Johnson 說的 說的覺得挺好聽的 是啊 如果俄羅斯再打烏克蘭的話 其實事實就是法國不是很想打 法德國其實不想搞 英國就不怕你的 其實英國就無所謂 英國其實打仗好像還有好處一樣 但是現在有些訊息傳出來 就說英國其實都不能夠太亂的 因為在英國就有很多俄羅斯富豪在這裏 都坐在這裏 都坐在這裏 所以都不能搞到這麼亂 但是事實就是 他們富豪的錢都扔在這裏 亂不亂都不關英國的事 所以這種說法是不合理的 英國是無所謂的 是 你說 那些富豪 有一部分都是因為普京而悲 因為普京作詐狀才要出走 有些早十多年前出走的富豪 都是坐在英國 他們一向反普京 他們是一種支持戰爭的力量 是啊 但是現在你看得到 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尼亞 都是有美軍的 還有就是英國、加拿大、德國 在拉脫維亞、愛沙尼亞 和立陶宛 全部都是有軍隊的 只要計算 俄羅斯就不可能冒進的 一向俄羅斯都是謹慎之中 又都頗為進取 在這樣的奇局下 沒有你 就出兵了 很明顯就是 那普京也有出來說 普京不是說 現在有得談的話 就可能不用動手打的 其實有得談就談 其實有得談是對大家都好的 其實就 基本上是美國的底線 基本上是沒有得談的 美國、英國都是出來說 就是說 烏克蘭有權加入北約 喜歡加就加 關你什麼事 俄羅斯其實是私自開大口的 他就說 1997年之後加入北約的地方 都要退出北約 你說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事實上是沒有可能的 事實上他加入了就加入了 還有 有些人覺得 俄羅斯很有吸引力 在國內很多的評論員 覺得俄羅斯很有吸引力 但其實在歐洲 俄羅斯的影響力 不是很多人買的 說真的 俄羅斯的軟實力 到現在雖然他們有RT 那些 但其實都未真正打到出來 其實是 事實上 親西方的人 是多於親俄的人 很多的 事實就是這樣 現在有些人 又覺得俄羅斯很強 真的搞得定 其實俄羅斯的問題就是 他們現在聲大大 不是 但是其實到最後還是要談 其實到最後還是要談 其實如果 烏克蘭進不了北約 對俄羅斯來說 已經是贏了 他是 就是說 你說要將 俄羅斯的影響力 打到烏克蘭 有沒有可能 現在看起來很難 實際情況 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烏克蘭人 你說 他們變成了歐洲子宮 等等 你看到 有些人就拿了這些 來講 這是什麼自由民主的代價 其實烏克蘭人 就不是這樣看的 烏克蘭人 他們的看法就是 沒錯 現在過的日子 是沒有以前那麼好的 很多事情都 但是你問他們想不想 跟俄羅斯 黏起來 大部分人都不想 不想的 不想的 絕大部分人都不想的 如果絕大部分人都不想的話 那你搞什麼呢 現在有些人是 覺得說 可以變回蘇聯 其實連普京都知道 不可能 重組蘇聯 他只能夠有一個影響力 他在 哈薩克斯坦那裡 俄羅斯 這次是贏了 他的影響力很厲害 你證明了一件事 但是你說 在烏克蘭 可不可以再做一次 哈薩克斯坦 贏了那種事情 他在烏克蘭做不到的 俄羅斯 他的軟實力根本做不到 問題就是 哈薩克斯坦的情況是不同的 他們一直都沒有跟俄羅斯反面 其實是 雖然 前總統 可以對普京 說不 但是他們 從來都沒有反面 但是烏克蘭 其實已經試過幾次了 他們的總統 有幾次都跟俄羅斯 反面 基本上 還有 真不真 我們當然沒有辦法確認 就是 俄羅斯 在西方 就算是 確認不到 人們已經是信 就是 找人去讀 烏克蘭 親西方的政治人 就好像之前有個 尤仙科 尤仙科 他做了總統 他 中了俄羅斯的毒 是中到臉都爛了 那些人說他是中俄羅斯毒 那些什麼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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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說是俄羅斯做的 西方當然說是俄羅斯做的 那俄羅斯那邊當然不承認 那到底是不是 根本沒有人知道 當然第一件事 但是 事實上就是他爛臉 事實上就是他爛臉 普京就說 如果是俄羅斯做的話 就一定不會那麼肥膩膩 這樣說 那Carol Chow 為什麼烏克蘭這麼想入北約 其實 那個問題就是 呃 不是很多人想過回蘇聯時代過過的生活 這個就是真正那個問題 你自己想一下都知道 其實以前華沙公約組織 波蘭啊 羅馬尼亞那些 為什麼全部入了北約 就是不想再受俄羅斯的影響 因為俄羅斯的影響 對他們來說 不是很正面的 是一段很長的時間來講 就是 痛苦 是痛苦的記憶來的 可以說是 就是 根本是不想跟他們黏在一起 補加利亞那些 實實 你是不是真的想跟俄羅斯黏在一起 或者受俄羅斯的影響 他們不想 尤其是波蘭 波蘭其實有很多身仇舊恨 跟德國佬異戰的時候 跟德國佬簽條約 然後就分了波蘭 對 現實的情況就是 波蘭 其實德國也不太相信他們 但是 他相信德國一點 怎麼都 相信德國多於俄羅斯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告訴大家 這是信任問題來的 但是 為什麼會相信德國呢? 其實波蘭就是相信美國和英國最多的 其實這個地方是 你可以看一下不同地方的民意調查 你就會知道哪些地方信什麼地方的人 其實你在愛沙尼亞 拉脫維亞 納陶宛 波蘭 捷克 斯洛伐克 羅馬尼亞 保加利亞那些地方 其實那幫人 不是信德國的 如果你留意那些研究的 其實他們是信BNO祖國和美國的 這些都是 因為這個BNO祖國 有歷史的原因 歷史的原因 還有他們BNO祖國和美國 信用度 就是這麼厲害 相對高一點 相對是高一點 大家都是壞的 不過真的 要認清事實 是的 他們很瘋 歷史遺留下來 以次大戰遺留下來的原因 令到他們 無可否認的一樣 就是 英美這個聯盟 在以次大戰 就拯救了很多歐洲國家 這個是事實 第二就是 以前那些 前蘇聯的國家 當蘇聯倒台之後 人們就很自然 很多國家都是轉向親 向英美這個集團 就是很明顯的 過蘇聯的日子 是很痛苦的 又是這樣 沒有辦法的 這是史遺留落的問題 兩樣的經歷搭在一起 也造就了為什麼 英美這個集團的信任度高 你要打破他們的信任度 你要自己做得好一點才行 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一定要做得好過他們 是的 其實這件事是不容易的 事實上是 即是你說 有些人在香港 為什麼信BNO祖國 多於信 特區政府 那 沒有辦法的 這個是 特區政府連男友都不信 你說那些黃友會不會信特區政府 你自己想想 沒有可能 男友都不信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說個事實 事實就是這樣 當然有些人說 你胡亂說 其實你自己想想吧 你想想就知道 當然我們當然希望不要打仗 如果有得緩和 當然是緩和好 但是是不是真的 我們想緩和就有得緩和呢 其實就不是的 有時候也不是的 好了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好了 下午再見 拜拜